韓國瑜在準備要選總統 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人期待的時候 爆出這樣的事情 他基本上是會要毀掉一個政治任務的 政治前途的事情 那所以臺灣是無罪推定的 你要人家證明自己沒有身上那個臭味 你把糞潑過去以後 你先洗乾淨給我 看看你有本事洗乾淨 洗乾淨了以後 你就是乾淨的 洗不乾淨你就是臭的 那所以你基本上 你要指控別人有什麼 拿出證據來 就像剛剛其實霍倫哥也講 他這樣子做有什麼 你要拿出證據來 看起來是沒有 不過很清楚的就是 董事長其實基本上平常是不會穿 戴口罩跟Polo衫的 我們看到他的時間十天 所有 包括我跟他認識也很久 我跟他也是自己下來 算是前輩嘛 也是好朋友 就都是穿西裝 他西裝是非常的 Savilon的 就是不是我這種便宜的西裝 是好看的 是是是 董事長西裝是好看的 都是合身的 高檔合身的 那就說 這平常 平常穿著不會是Polo衫 加上一個口罩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說 應該是可能這個行程是比較 不公開的 不公開 比如說他可能這個事情是 不想讓大家知道的 那所以現在我還是不知道 那個是到底是父母親家 還是所謂的憲民家 不知道嘛 那那不知道就不要講人家怎麼樣 可是他的語重不同在於 穿著跟整個戴口罩這個東西 跟平常不一樣 那也就是僅止於此嘛 可是前一段他被韓國瑜告示 因為他已經明確講有外遇 而且還生子 那這些證據 現在目前沒有拿出來 出庭以後還拿不出來 那這個東西就會牽涉到是誰叫你這麼做 因為其實我看到報導裡面特別講 就是說 其實吳子嘉 董事長的兩個女兒 還有他們的家庭 因為他以前是赴臺的啦 赴臺新村在那個台北的眷村 他也是他也是大臣大臣的一包 所以其實就是說家庭的結構成員跟親友們都是挺國民黨跟挺藍比較多 然後也挺韓國瑜的 所以他這次出來做的事情的確會傷到韓國瑜 那大家會覺得說不太理解 是不是有人教你這麼做